東海建築系關於高中生備考的指引 包含了書審跟面試 那我們會稍微多談一些關於高中生要怎麼準備 關於書審上面的備審資料 以及在面試上的時候要怎麼樣針對老師的問題來進行回答 並且在面試的時候進行溝通來協助大學團這邊選出 最適合東海建築系的學生 我認為學生應該是很積極主動的 並且自我要求很高的 那這樣的特質應該不只是在大學教育裡面是一個很根本的東西 特別是在建築系裡面是非常看重的 我們希望收到的學生通常會比較希望 第一個是比較需要對於事情有敏感度 再來是他必須要對於熱衷的事情有所謂的紀律性 必須要具備組織跟邏輯能力 因為現在科技非常的發達 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就收集到很大量的資訊 那我們如何去整合並組織這些資訊 然後用一個很條理的方式去表達並陳述你的設計的內容 是在建築系一個非常需要具備的能力 那敏感度當然就包含了對於過去 或者是所見所聞感到懷疑 甚至是對於事物有某種程度的敏感度 那紀律性當然就是包含了 你只要熱衷的事物是不是有辦法此之以恆的 並且你願意多撥一些時間出來進行練習 並且達到一個熟練的目標 以高中的數理的能力來說 因為畢竟建築是需要一個設計推演 並且邏輯發展的過程 所以對於數學的解題 或者是對於數字的敏感度 包含了如何讓程式推演到一個合理的答案 那當然就會是在高中的時候 只要能夠在這一個方面表現得不錯 或許都是我們覺得比較有興趣的學生 例如像歷史跟地理 這些是有一個時間性的一些課目 然後在事件跟事件的發展過程中 其實它都是息息相關的 並且歷史跟地理它其實是可以交織 然後去互相佐證的 這件事情其實也跟邏輯跟組織能力很有關係 我認為高中學科我自己會看中的 應該是關於語言的能力 特別是英文 這邊所談的語言並不是單純的文學 而是一個關於你怎麼表達自己 怎麼樣與別人溝通的一種邏輯能力 那這件事情會反覆地出現在 我們的設計討論中 或者是想法的表現中 特別是在西方的英語學習的那種邏輯能力下 會對建築系的學習非常的幫助 書面資料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幫助學生說話的工具 那這個工具其實並非在談技巧性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會對於你對生活中的觀察 並且你覺得非常有興趣的東西 你可能花很多時間去不斷地記錄累積 然後這件事情其實也可以放到你的作品當中 跟我們分享讓我們能夠更進一步的去了解這個人 我的建議是其實在書面的審查 盡可能的忠實的呈現 而關於自己有興趣的事物 那如果能夠更清楚的表達出 到底有在喜歡這樣子的事物到什麼樣的程度 並且願意多播出多少時間來進行這樣子的研究或探討 不管是在社團上 運動活動上 競技上 或者是學業成果上 只要能夠表達得出這一個足夠的熱誠以及興趣 那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被審的態度 他很用心地在細節上或在開始表達內容上去呈現他自己 而不是一個去譬如說去Copy別人的資料 或者去學習模仿 我們希望是聽到或是理解到這個人的故事 如果能夠更明確地表達一些個人的特質 包含在書頁的使用上 或者是排版上 能夠再更用心地 並且能夠把自己的風格表達出來 我們會更著重觀察於如何安排 並且呈現自己的資料 我們不希望看到是 好像大家為了做作品而做作品記 就是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去Focus在你很有興趣的作品 下去發展 或下去呈現 可能大家去大學面試會希望穿著譬如說 西裝或套裝 甚至是比較像是白襯衫 黑褲子 皮鞋這種 那但是因為建築系還是偏向屬於創作 以及在設計上面要有一點成熟度 甚至是可能對於自己的穿搭會稍微比較有組件 所以我們都希望在服裝上不要太過於拘謹 能夠呈現出個人的特質為主 甚至有帶到一些些自己的興趣 搞不好藉由你的穿著 那老師會更希望能夠多認識你 或者是多了解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樣子的穿著 如果你能夠仔細的聆聽 並且仔細的回應 這對我們來說是特別重要的 那我會把它稱作為一種談吐或是溝通上的能力吧 那因為這樣的事情 其實學生會到那個場合 通常就會開始被搞 或是很緊張的沒辦法進行對話 如果失去這個對話的方式的話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很可惜的 那我不希望說學生會就是死背他的講稿內容 因為有時候會跟老師問的題目有些出入 你可能就會文不對題的去沒有回答到老師的問題 那除了臨場應變能力很重要之外呢 我們也希望你帶著一顆自信心來面試 那我們的專家任老師 其實大部分有從歐美以及日本回來的 比較具有國際視野的老師 那我們會進行設計上的探討 那除了設計上有多元寬廣的視野之外 其實我們的專家任也有非常大的比例 是業界十分知名的 不管是工程顧問 甚至是建築師 那這些資源都是在東海建築系 更希望的是在不管是單純的專業性上面 甚至是在拓展視野上 都能夠給予學生充分的資源 那這個資源也是會對應到日後未來 不管你是要往專業的方面 或者是你要往更多元的角度去發展 除了我們很重要的建築設計以外 我們還有一些學術的科目 譬如說結構 構造 法規 然後或者是物理環境等等的這些科目 我們都會去輔助建築設計 那當然還有很重要的技術性的課程 現在都還在推行AI計畫 所以我們譬如說在電池的課程 我們會去教導3D的modeling 然後或者是一些影片啊 動畫的剪輯啊 那現在我們也開始有些新的 譬如說互動設計 會教小Arduino的東西 甚至會開始跟學校的一些智能物 去做配合 去做更進一步的設計 這些都是蠻多資源可以去輔助學生的 除了剛剛講的那些課程以外呢 我們東海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就是羅馬園 其實每一年我們都會跟大三的學生 在暑假的時候去羅馬進行圍期一個月 一個多月的這樣子的實地的探訪跟學習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實還蠻多交換生的機會 比如說去印度啊 印尼啊 或者是泰國啊 義大利等等 所以大家能夠跟國際接軌的機會 其實還蠻多的 我想東海大學政府是很明顯的 看看我 對 可能可以看到我背後的樣子 就是我們校園的資產 我們校園的文化 即使包含自然的文化 包含人文的文化 這些事情都是非常活的活教材 它都可以供學生們很仔細 很受這邊文化熏陶的一種學習場所 所以我認為這個場所應該是一個適合於 大多數學籍來大學求學的一個場合 那我想這是一個最珍貴的資訊子 其實除了在專業的領域上 譬如說包含了公務員 甚至是建築師考試 甚至是結構技師考試之外呢 其實我們的系友也有非常多是往不同業界發展 包含了像是有以前的學長會到那個大麥的樂高公司 去進行就去擔任樂高設計師 那也有學長是在做 譬如說Nike的服裝設計 甚至是環保材質回收的再設計利用 那也有很多很大部分的人會去做為服裝設計師也好 甚至是擔任公職去替國家甚至是城市 畫出一個更好的都市的藍圖 那其實並不受限於建築的專業本身 所以其實建築的教育 它其實是一種訓練 訓練你的邏輯思考 以及訓練你對於美學的素養 它不見得是單純的只為了 做一個建築的專業而存在著學科 很多念建築系的同學 其實在未來都會 包含我自己都希望能夠出國 去進一步的做研究跟進一步的休息這樣子 那除了建築設計本科之外 其實還可以念很多 就是建築衍生相關的科系 比如說都市設計、環境設計、燈光設計 甚至有一些東海的學長 他們會去念服裝設計或是珠寶設計等等 所以其實建築能夠去衍生的面向還蠻廣的 以我們的視野觀點我認為 當然大多數念建築系的 是朝向一個專業領域去發展 我們提供的或是我們希望的 是一個更加全面的 或是更加的能夠獨立思考的 一個建築專業從業人員 那建築專業從業人員當然直白說是建築師或是一些相關的工作 這些事情都會是一個很主要訓練的面向 那在今天的建築師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坊間 或者是我們從網路上的資訊 理解到一些特質 那對我們而言 我們應該會希望有一種特質是希望在這裡被強調 那對我而言可能叫做去理解別人的特質 那設計師或建築師其實一直以來都可能會有一種過度自信 或者甚至自負的一個特質 那如果你能夠開始展現一些理解別人的特性的話 其實我相信對你的學習也好 對於你將來的專業從業也好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特質 建築系它其實是非常需要熱情的一個學科 它大概並不是有辦法透過教科書裡面的內容 然後只要我能夠牢牢的記住教科書的內容 我就可以在期中期末考獲得成績 大部分都是仰賴你自己對於設計的熱情 以及你此之以恆的希望盡可能的在讓設計的發展 能夠更具有強度並且更完整的前提底下去操作 建築系的學習其實跟我們一般認知的大學的課程其實蠻不一樣的 我們的學習其實沒有標準答案 那我們的老師其實在幫助思考設計的過程中 也不會跟你說哪個是對的或是哪個是錯的 那都是必須要靠你自己去發展去思考而做出來的設計 所以這部分其實蠻大部分的同學都需要花一點時間 去適應這樣子的學習環境 我認為學習建築或學習建築設計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但它也是困難的一個工作或是專業 它是一門設想未來的一個能力 這是一個人類獨有的能力 只有人才能夠替一個不存在的未來 或不存在的一個想像去做詮釋 那這樣的詮釋當然你必須很謹慎 你也必須很小心 我想這件事情都是非常令人興奮的 那為了達成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一直在強調的教育都是 不希望你去認為你在幾道題目 或者是因為未來是沒有所謂的公式化的東西的 當你能夠去理解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相信對你在建築系的學習也好 或建築系的從業工作也好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特點 建築系、設計系很容易熬夜 甚至是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去進行閱讀跟操作 那它就是來自於你對於自己的設計發展 還可能有不滿意的地方 你會有一種熱忱是希望趕快看得到設計的結果 來確認這個設計是否合估題目的需求 甚至是它是不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所以這樣子的實驗性的精神應該是你考量 要不要進來念建築系的非常重要的人格特質 那我們也會以面試老師來說 我們也是都以這樣子的人格特質來分辨 你適不適合能念建築系